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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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星期麋食之麋 是真的 很多謝Terry Terry 说不如你叫星期麋 不要叫星期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自从大老板 去负责和我 做一些后期的事情之后 整天都脱旗 在这里再一次和大家说 不好意思 我真是很变差 星期一教室 居然用了这么久的名字 我亦都没有打算去改 希望尽量做到星期一去见大家 大家有嘀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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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嘀 那是做些什么呢 煲仔系列 教主也提过 煲仔里面行走江湖的时候 最多在外面大排档 十多亚小孩的时候 嘀嘀鸡 豆豉鸡 薑葱鱼韵煲 沙锅鱼头 蜆街牛肉 这些全部都很出名 栗子鸡也做了 薑葱鱼韩也做了 原底又想做嘀嘀鸡 但是现在都市人 加上我的卫生专家 健康专家 不是卫生 他们又不是很接受猪蝙 其实猪蝙是好的 一米论论子很丰富 有些人也是猪蝙毒 其实肝是用来解毒 不是用来藏毒 大家要知道这些 适量吃猪蝙没问题 不过满足他们 不做猪蝙鸡 没有猪蝙也不像猪蝙鸡 今天做个 螺正豆豉鸡 鸡 今天我也是用了些鸡翼 其实我 如果你是用鸡肉 我就很抗拒用冰鲜 那 奈何 鸡翼 如果买新鲜 只买鸡翼都挺贵 用冰糖 买质素 这些是没有激素的 一般那些 19磅 这些都35磅 上次有看过鸡鸡的时候 我会去骨 切半 今天我就会连骨 要是你做这个 豆豉鸡 材料是鸡 骨子 浪起来才好看 豆豉鸡 入了骨 骨子也挺好吃的 所以这次 我又不去骨 都是用淡淡水 用完冰冰后 用厨房纸 吸干 它 干身 我把它倒在锅上 好 给一些简单的 简单的 煎一下 煎一下 少少 生抽 一茶匙左右 也都 放少少 少少 这个生粉 好 再来 真的很少很少的糖 等它有些和和的味 四分一茶匙左右 好 够了 拌一拌均匀 这个鸡 生抽 为了上色 都说了 为何不用德塞 用雷塞 不用太黑 搅拌均匀 放在一边 最少都腌到半个小时 好 生粉可以 尝量 我们多放少少 下去 好 前后大概两茶匙生粉 左右 好 好 好 够得煮了 最后封少少油 在面 放在冰箱 最少半个小时 好 接着可以准备好 好 拌均匀 放少少油 在面 一煎的时候 就好煎 封回保鲜 才完成 好 正在醃鸡的时候 准备准备材料 在这方面 我们会有 干葱头 有蒜头 有姜 有些葱 有些红椒 有些葱 有些葱味 我们分开 最后再放下去 另外 豆豉鸡 当然要预备做一些 螺定豆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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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比较好 因为皮薄 肉厚 成熟 也很香 螺定做豆豉 做了很多年 所以人们常常标榜 螺定豆豉 果皮 给少少 果皮和豆豉 是非常相配的 我们准备好材料 鸡叶完 就可以做得了 好 鸡翼 鸡翼 又醃好了 先煎一煎 先封 先封 先煎到鸡皮那边 这边就是皮 先封去煎 反转去 煎到另一边 最重要 鸡翼 封住肉汁 小火 转小火 要煎到大火 最少 左右 最少 转身 转至金黄食 就可以翻转 亦可以像鸡翼 转小火 最重要是混合料 食 煮熟 煮熟 差不多了 煮熟 正形 一點 金黃黃 可以慢慢煮 煎 雞皮 第一 正形 第二 有些油 那邊比較多油 把油割出來 很香 很簡單 很簡單 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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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柴 是 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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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重要是在味道,經過一個慢慢加熱,讓鳥頭的味道釋放出來 這些鳥頭像是精華朵朵的,很好吃 很多時候,假設喝兩杯的時候,都會慢慢吃鳥頭用來凍燒酒 這幾年,都會喝在自己多年輕時,自己喝啤酒 啤酒真是雙身的,現在年輕的菜,可能不順教主說話 你們多試幾年,就知道了 好了,整個廚房的香味,先把豆豉雞放進去 然後炒一炒,很優雅 讓豆豉和料酒一起放出來 炒一炒,少許果皮也放進去 還有鹹皮 鹹皮,用豆豉的味道很適合 很香 好,然後把雞放進去 把雞肉放進去 然後炒一炒 然後炒一炒 炒一炒 也要炒好炒 炒好炒 炒好炒 加少許水 用回剛才的碗 加少許水 讓它升溫 先讓它香 切成小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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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太多 約2.5分 煮一煮 看看有些雞 我們剛才還沒煮過 剛才說出來的東西 不是還沒煮過 是還沒煮過 我們現在 在這裏炆一炆 炆的時候 我會放些味 會放些什麼味 會放些蠔油 大概 一茶匙左右的蠔油 一定要放鹽 沒有鹽就怎樣吃 半茶匙左右的鹽 就夠了 糖 就去到一茶匙 就是這樣多 一茶匙 也放一茶匙 煮一茶匙 味道就是這樣多 不用多 可以煮一炆 這個大概 你煮兩三分鐘 看見到雞骨 開始出來了 才煮熟 就可以 靠大小火 讓它收汁 好 大概十分鐘 大家看看雞翅 看見骨是否撐出來,是離骨,差不多了 開大一點,收一收 準備定個煲頸,燒一燒 一邊抖著,開一個高一點 試一試是否味道,需要加鹹一點,甜一點 沖著紅椒也加進去,裝飾一下 因為裝飾我的鍋 旁邊的鍋子液少許,很棒 現都不用賣了,因為熱溪液的時候 我們多放三份 等它在收汁的時候,自己會黏著 哇,很棒 旁邊的鍋子,我們也加少許油 那些蔥味,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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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稍 燒一燒,讓它更香 好,先把牛豉雞,轉過去 好,先把牛豉雞,轉過去 好 哇,這些鍋子很滑 好,鼻子似乎立即好吃 好,鼻子很厲害 好,現在是面上裡 給紅椒煎一拌下去 裝飾一下 看看整件事都不同了 好看好多 蓋上蓋子,在表面照樣,廣東師傅最喜歡的, 灑點酒,香氣死人。 焗一焗,在這裏,看大廣播,大概在這裏, 我們約二、三十秒左右,差不多了,香噴噴, 上桌子可以,嘩嘩嘩,看看味道,大家喜不喜歡這個歌, 喜歡豆豉雞鍋的朋友,給我一個讚,喜歡吃豆豉雞鍋, 請訂閱頻道,一個,在行政綱時很經典, 鴨的豆豉雞 希望大家都喜歡 最主要是餃豬做得到 你會做得比我更好 下次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